中国量子领域在爆惊雷,世界上最安全的量子密码是否就此诞生? 而这一切与一个被称为中国量子之父的人息息相关。 有人说他是中国量子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有人说他是个骗子,真相究竟如何?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光明日报》的一则消息, 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与张军联合浙江大学教授楚涛研究组实现速率达18.8000兆比特每秒的实时量子随机数发生器。 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快的实时量子随机数发生器。 根据介绍,潘建伟等人通过进一步优化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实施后处理算法和硬件实现, 从而在实现高级程度的同时,大大提升了量子随机数发生器的实时生成速率,并最终创下世界纪录。 这一研究成果为开发低成本商用量子随机数发生器单芯片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而其理论基础便是量子加密。 量子加密技术相对于传统加密方式,其优势便在于具有绝对的安全性。 量子的物理特性有一个叫做量子测不准原则,指的是一颗量子所携带的信息具有绝对随机性, 且只能被另一颗量子所接收。 而在被观测之前,没有任何人能知道量子所携带的密码是什么,因为这是随机的。 如果偷窥者执意要偷看,当偷窥者在观测到量子的一瞬间,这条密码也就失效了。 当然,在有着超快速率的情况下,偷看都变得异常困难, 也会让被接收者第一时间察觉。 此外,量子发送密码也被称为量子密钥,如同唯一能打开锁的钥匙。 因此,量子加密也被称为世界最安全密码。 此次实现量子随机数发生器实现最快传播,无疑是量子加密领域的一大突破。 虽然量子科学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很是玄乎,不过如果关注中国量子科学领域的话,肯定就有听过潘建伟这个名字。 作为中国量子科学的领军人物,潘建伟有着中国量子之父的称号。 多年来,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成就大多与他有关。 然而,潘建伟本人一方面在享受巨大的荣耀同时,另一方面也背负着巨大的争议。 甚至连美国人都说他是骗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两年前,美国一家安全情报公司在此前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量子物理发展的研究报告。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这份报告其实并没有介绍多少中国量子物理的发展,反而把重点放在了中国量子之父潘建伟的身上。 美国人的报告着重介绍潘建伟的经历,并且全篇都在暗示一件事,那就是潘建伟就是个骗子。 根据这篇报告,潘建伟此前是在西方国家求学的,并且参与了西方科研项目。 然而,面对西方的国家给出的更优渥的条件,潘建伟却很快回到自己的国家,并且组建了研究团队,获得中国官方的大力支持,并促进中国量子科学领域大发展。 美国人认为,潘建伟的技术基础有些来路不正,此外,还有一些美国学术报告指出, 潘建伟团队并没有在理论上获得多少突破,其实验都是建立在国外团队的理论上,对量子科学实际上没有多少帮助。 而美国的这些报告,一时间也得到了不少中国国内的一些认同。 不少人表示,潘建伟的这些实验其实并没有多少商业价值,这些实验都是在骗取经费。 甚至有国人指出,潘建伟其实是美国人派来的卧底,目的是带歪中国量子科学的发展。 一时间,美国人说他是骗子,中国人说他是间谍,潘建伟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不过,在中国国内也有一批拥护潘建伟的人,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首先是关于潘建伟各种泼脏水的言论集中在2016年之后,那一年正是中国也是世界首科量子卫星莫子号发射的那一年。 莫子号实现了全球首次千里之外量子通讯的成就,但也就是那样之后就开始盛传潘建伟是骗子,以及量子通讯无用论。 这是否说明是有人故意带节奏来抹黑中国量子科学的成就呢? 其次,如果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潘建伟窃取了外国实验成果,其实验都是抄袭外国研究团队的理论,为何外国人没有在量子通信上取得突破,而是中国人? 另外,还有人指出,如果中国的科学家真的是完全照着外国理论来进行实验,恐怕根本就不会有突破,而是会被误导。 此前,西方科学家普遍认为,受限于光纤的损耗以及探测器的噪声等因素,量子密钥分发系统一般情况下获得较高成马率的距离不会超过100公里。 然而,在2006年,潘建伟团队率先实现100公里诱骗态量子密钥分发审验,从此打开了量子保密通信走向实用的大门。 此后,潘建伟团队也不断打破自己的记录。 至于实用性方面,前面说得也很清楚了,从量子雷达到量子加密,潘建伟的实验成果都具有参考意义。 就拿前面的量子加密来说,莫子号既然都实现了中国几千公里太空量子通信,这项技术也可以向其他卫星拓展,比如中国的北斗导航卫星。 去年年初的时候,美国组建了一个新的军种,名为太空军。 太空军本质就是美国实现太空霸权所打造的部队,用其针对竞争对手的航天设备。 在太空军成立后,美国首先便是宣布,研制出用于卫星干扰的电磁武器。 这种武器可以对他国卫星的电波信号进行破译,然后进行干扰,必要时候甚至直接瘫痪他国的卫星。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信号劫持,这样的手段比直接用反卫星导弹击落更有效率,也更具有隐蔽性。 那么,要如何应对呢? 自然是给自己的卫星设一条永远都不会被破译的密码。 而这个时候,量子加密技术就派上了大用场。 不过,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而言,量子理论晦涩难懂,远不及去探讨一个公众人物是否是骗子来得轻松。 数年下来,关于潘建伟的争议不断,不过这其中倒是有一个转机,那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中国量子计算机原型九张位置。 时间还得先回到2019年10月份,当时美科技巨头谷歌爆出一个惊雷,宣布实现量子霸权。 所谓量子霸权是指量子计算机能实现50个量子比特左右,而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实现了53个量子比特。 按照谷歌的说法,他们的计算机仅用200秒的时间,就能完成传统超级计算机1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 然而,美国人的记录也仅维持一年,2020年12月4号,潘建伟团队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成功构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张。 九张的速率仅超过谷歌量子计算机的100亿杯,一时间国内外震惊不已。 很多人说潘建伟也是凭自己的实力打脸美国人,其实在当前阶段,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量子物理更多的依旧停留在理论阶段。 至于潘建伟团队的贡献解合,我们很难站在未来的角度给予一个公正客观的评判,以后时间会带给我们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